Coco.com 我们今天来到现场的是 Tech Orange Bus Orange 的总编辑 我最喜欢讲这几句话 我觉得小朋友 你喜欢附送之后 就觉得更好玩 好 张玉宁小姐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很多人问我说 那个玉宁她这个 或是贝宜 贝宜现在 被一线怀孕嘛 对 可以公开嘛 可以 我跟她讲说 我们这个桌子是好孕的 因为她以前都 很久没怀孕 对 来参加我们节目以后 应该快生了 到年底 到年底 所以她最近比较少出现 对 在家里收集 另外那一位呢 我说她这个 身怀龙子 这个非常的高兴 那但是也要 这个好好的调养 孕妇身体 那张玉宁小姐 我再介绍一下 她其实是台大经济系毕业的 是不是 对吗 你们两个一个是台大政治系 她是政治系 她是政治系 跟我们两个同届 其实你们两个长得 你比较像真知系 她比较像经济系 玉宁经济系毕业以后就去 我一直都在媒体服务 我一直都在媒体服务 在杂志社工作 做记者 经济毕业可以赚更多钱啊 你去跟同学去开创业公司 或是干嘛 对不对 你为什么要做媒体 从小的愿望 那干嘛不读那个新闻呢 不小心考上 我觉得你没读是对的 我这样讲自己好难过 我正大新闻系 不小心考上 不小心考上 其实我觉得念经济学 是一个蛮有趣的训练 就是它其实让我对这个 特别是后来 在做媒体工作的时候 它其实给了我 蛮多不同的视野 后来我们在 我是正大新闻系 但是我其实是 天下杂志创刊的编辑嘛 那时候才补课 后来以后我当采访主任的时候 我们多半财经记者都找 财经系毕业的 对其实后来到 我印象中 其实后来蛮多念 财经或经济相关的行业的 这个专业出来的学弟妹 对学年研究所 然后其实也不少人 后来投入做媒体行业 其实也不少 在同一年里面有这样子的 对为什么要让大家了解张玉宁 是很多人都觉得 我们这个单元 对他们帮助很大 安玉宁的Bus Orange Take Orange 这个网络报 嘿今天有好消息 我觉得天使基金 应该来跟你们谈一谈了 其实你们本来就有天使基金啦 我们其实本来 创业的时候就有一些 蛮好的朋友的天使的投资 对对 不过现在就是 比较比较简单的方式 我们再拢论一下好不好 把这个Bus Orange Take Orange 上市 我觉得有机会呀 看台湾的媒体市场 怎么样发展 来我们 趋势就是这样 但是比你想象中慢吧 对比我想象中慢 因为运宁是台大经济逼 后他就在媒体 他在很多都跟财经有关的媒体 后来他们就一起创办 这个好朋友啊 季权啊 这个贝宜啊 就一起创办了 Bus Orange Take Orange 那这个网络媒体 其实你们是 在网络媒体 在台湾比较发达之前 我们比较早开始 对 我们算比较早开始的一句 那今天要谈的 就是要验证 张雨宁小姐跟她的伙伴们 是有远见的一批年轻人 好 交给你了 好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下 是也蛮新的一个报告 大概才两三天前才出来的 是这个台北市数位行销协会DMA DMA其实在台湾算是 在数位行销这个领域 蛮重要的一个 具有领头羊角色的 这样的一个产业协会 那他们每年都会定期发布一些 关于数位行销广告市场的 一些研究报告 那他们上个礼拜 有出一个新的报告 是关于2016年最新的 这个上半年的 这个数位广告量的统计报告 那他今年的这个 上半年的这个统计数字是 111亿台币 就台湾 他们能够统计到的这个 数位广告量在台湾 是111亿台币 那这个数字到底算多还算少呢 我拿另外一个数字来比较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 今年我们要特别把这个 DMA的这个 数位行销广告的统计报告 拿出来来跟 在扣解节目跟大家聊 同样的是Nielson Nielson其实是 传统媒体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监波的一个单位 那他也是广告 这个统计数量最具有权威性的一个单位 他一样在 16年的这个上半年 这个统计报告里面 他又做了 那他做的这个数字呢 是 有线跟无线电视的广告量 是新台币 110亿元 跟我刚刚讲的这个数字差了一亿 也就是说呢 简单来说就是这个 数位广告的这个广告量 这个预算数字超过了 第一次超过了这个 有线跟无线电视的广告量 多了一亿 虽然这个一亿多起来 好像没有多很多 可是因为 如果熟悉这个广告产业的朋友们 应该都很了解 这个电视广告 一直都是所有的这个广告 预算里面 占比最高的一个项目 对 几乎没有人能够超越它过 就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那过去这大概三到四年 或是过去 其实最明显的变化 大概是过去这两年啦 我们一直看到就是 数位广告它一直在成长 而且它每年成长 这个数字都非常非常高 反而是这个电视 就是一直以来 我们一直觉得 不太可能会被打败 这个电视相关的这个广告呢 反而存现一个停滞的状态 过去这两年 几乎处于一个停滞 有一点下滑的一个状态 那到今年呢 第一次这个数位广告量 超越了电视广告 这个数字其实对业界来说 是蛮震撼的一个状况 我们都说这是一个黄金交叉 因为我们已经观望这个事情 或期待这个事情 等待这个事情发生 大概等待了三到四年了 对 因为我刚刚讲了 电视广告处于停滞或下滑 那数位广告一直在成长 只是说过去这个数位广告 它的占比一直都很少很少 它从超越这个杂志报 直到现在超越电视 等于是说整个这个 广告预算的这个市场呢 几乎完全由这个数位的 这个媒体给包办了 它超越了这个电视广告 那因为它的这个成长的力量 还是非常非常的高 我简单讲一下 它里面的这个数位的 这个社交媒体广告 社交媒体像比如说Facebook 这种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Facebook这种 也包含在社交媒体里面 社交媒体的这个广告的成长量 跟上半年 就是2015年的去年同期的上半年 比较起来 它增加了27亿 它成长幅度是32% 然后影音广告呢 跟去年同期比较的成长到66% 那你看哦 就是光是单年度的这样子的同期成长 它的成长幅度都是30几跟60几 超过 一个是将近一半 是超过一半 那可见明年这个数字还会更加的大 而且它的成长幅度有可能是 1.5倍2倍这样的速度在成长的 也就是说这个媒体 我们说这个广告的这个板位的 这个媒体的这个 整个市场的位移 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 大幅度的变化 等于是说产业的这个转型 对 或者是我们说这个转移 已经完成一半了 其实媒体的这个广告量的 网络跟这个电视之间的这种 所谓的环境交叉 它不仅是讲媒体 我觉得它已经讲到了人类的生活 就我们生活形态的变化 客姐非常精准的 抓到了就是 今天我们在看这个报告里面 几个重点 就我们刚刚讲了 花很多时间在解释说 这个数位行销广告 超过的电视广告 那我们在细分里面 就是说这个数位广告里面 它到底有哪些类型的广告呢 我刚刚有讲了这个社交媒体广告 那这个社交媒体广告 它占比29% 就将近三成左右这样的数字 其实一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社交媒体一直都是最大的一块 可是今年我们在看 过去这一到两年 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是它的这个占比 行动版的这个比例 非常非常高度的 超越了桌机版的比例 就我们在行动手机上面 或者是我们这个pad上面 可以看到广告量很多 它的占比是83.7% 所以就是手机 智慧型手机 以后变成了一个 最重要的范围了 对这是第一个 那另外一个是可以去注意的是 这个影音广告 影音广告其实成长速度非常快 我刚刚讲到 它跟去年比是成长66% 它现在总体占比是20% 可是里面也有达 六成左右 是属于行动版位的 就是我们以前在想 这个影音广告 是不是像电视 我们都是坐在家里 看着电视 但是呢 现在我们在行动 数位行销里面的这个影音广告 大概六成都是在行动上面 就是说大家在看这个影音内容的 这个生活形态也很明显的从电视机前面转移到了我们的手机上面 那这个行为其实大家在生活上都可以观察到 我们在捷运上面 或是说呢 这个在这个平常我们在书 甚至在书店里面 我常常在咖啡店里面看到 大家不是在看书 是在看着你的手机 而且你在手机里面看 就不会局限于是文字 对 或者是影片 你也常常在看的是这个影音 等一下下段节目 我也可以跟大家介绍几个 现在我们在手机上面 很出名的一些影音形态的这些 新形态的媒体 它的这个单位跟它的分工模式 跟传统媒体完全的不同 那现在的传统媒体 所谓传统媒体 现在都已经在 嗯 转型当中啊 其实大家也在寻求位移啦 我们看到包含电视台 他们也在做数位形态的 这个转型 报纸也在做这个转型 可是如果我们去做 这个全球性的一个比较 台湾的媒体 其实在速度上面 相对而言是慢的 非常非常的多 嗯 这倒是真的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们等一下来 请郁宁做专业的分析 不过我最近发现 就是说 虽然我们大家都在用手机 用电脑 可是那种小笔记本 现在用的人还蛮多的 蛮多的 Pad型的这种 你知道我在苹果的 美国总部的 他们的那个 就是 这个 带纪念品 那里面有看到 他们是在卖 有苹果标签的笔记本 对 Facebook也有 我们很多 Facebook也有 对啊 都有趣 一个回来 我们来看看媒体 从广告量的变化 也就是数位网络 已经黄金交叉 传统的媒体 就是电视啊 这是一个非常 这个科学 根据的一个数字 它到底代表什么意涵 那等一下 云音来告诉大家 而这个Buzz Orange Taker Orange 是站在先锋上 我们的广播 其实已经跟网络结合 而且呢 也非常谢谢Buzz Orange 我们在广播重要的 像我的节目里面的 专访上 我们也用文字来表达 已经用三位一体的方式 但是这种方式 未来会不会变成 家常便饭 那以后的媒体工作者 要有孙悟空一样的 72变的能力 立刻回来了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我们呢 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这个在节目当中呢 为各位所介绍的 就是最新的 这个一个科学的数据 这个数据 对于很多的媒体经营者来讲 它应该是一个 未来事业经营的方向 而这个未来事业经营的方向呢 就是2016年的数位广告量 上半年统计报告出炉 数位广告量第一次超越了电视广告量 好那下一步 这个业者要用什么样的 我们这些媒体的投入者 从这个数字当中学到了什么 那他张云宁 沈贝宜还有戴基权 这几位 Bus Orange Take Orange的创办人 当然走炸了我们的潮流的 这个前端 但是台湾的这个 所谓数位广告 也就是网络广告 这个我们通称的 黄金交叉电视广告 其实来的时间 还比我们判断的慢了一点 其实这个时间 我就是从我们的观察来看 它事实上实际上发生的时间 其实应该是去年就已经发生了 那为什么在统计数字上面 我们到今年才看到呢 其实这个道理还蛮简单 因为数位行销的这个广告的模式 它非常的多样化 而且它其实相对于 过去的这种统计模式 它是相对比较破碎化的 像SE Nielsen 因为它是几乎所有的 这个传统媒体 它是个行销通路 都需要透过SE Nielsen 因为所有的广告组 都认SE Nielsen的这个数字 那这个DMA 我刚刚讲 它是这个台北市数位行销的 这个广告经营协会 它的这个数字来源 是所有它的协会成员里面 有透过这个 比如说这个关键字广告 这个营销的商 或者是说 所有我们能够找得到的这个数字 可是其实有很多的业者 数位的这个行销的 这个广告的板位的业者 不见得会把所有的数字 都反映给这个协会 所以协会 它今年统计到 111亿元这样的数字 有可能 而且应该是说百分之百啦 一定是 这个实际市场的数字 一定是比这样的数字 还要再来得高的 那我们从整个产业面来看 其实从去年开始 就蛮明显的 只要是比较早期投入在经营 这个数位媒体的这个 多元化操作经营的单位 或是公司哦 从去年开始就很明显 广告组来的这个量 就非常踊跃 几乎我们很多同业 都可以感觉到一个现象是 我们不用花太多力气 去跑业务 因为广告组会来找你 但是这个买 购买这个广告的形式 我们看到这个广告组 也有一些形态上的一些变化 去年的状态是 他拿着这个传统的 这种买版位的形式 来跟这个广告版位 主下的媒体讨论 说要怎么买广告 可是今年其实已经很明显 他们已经意识到 数位广告 它的这种互动性的特性 所以他不见得是说 好我要买广告 我要买这个CPM 我要买曝光就好 他可能会跟这些新媒体 讨论非常多的这个 这个点阅率啊 或转换率这样的形式 那这个形式 我觉得相对而言 是为什么这个 它的这个数位广告行销 它的这个预算 会成长这么快的原因 因为转换率这个事情 对网路媒体而言 是非常容易做到的 也就是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它的互动形式 它的这个技术的 这个特质存在 所以你比较容易 跟你的广告组讨论 怎么样去做到转换率 那这个转换率 跟传统这种广告的方式 又不太一样 就是它不是以量为 这个就是最多量为 这个最好的 这个数字的表现 它其他的反而是 这个转换的值好不好 比如说 以前我们看传统广告商 它在跟这个传统媒体 买的时候 它就会说 你给我多少曝光量 多少版位 然后我希望可以 要到多少名单 类似像这样子 可是我们在 数位广告的这个领域里面 我们看到可能不是说 曝光量要多少 可能它更在意的是 你给我的名单里面 有多少的数字 是精准的 就是你给我的 100份名单里面 maybe有20个 是我的确可以变成 我的这个客户的 这个反而是 现在的这个广告组 非常期待的 那这也是为什么 对这个传统媒体来说 在这个数位 转型过程里面 它会觉得 好像有点吃力 因为这个沟通模式 跟传统的广告 沟通模式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那我们在这次的 这个报告里面 也可以看到一个 叫做程序化购买 所谓程序化购买的 这个形式就是 我们透过这个 因为网路是可以追踪的嘛 我们可以去分析 它的很多的行为 跟它的这个 这个使用者 它在不同的 这个荧幕上面 很多的行为 所以它在 推播广告的时候 就可以非常精准 这种程序化购买 就自动化 我们透过这种 人工智慧的方式 推播广告的这个行为 这个比例也在增加 那这个也是 对于这个 比较传统型的媒体来说 比较辛苦的一点 因为传统媒体 是用单向式的传播 它没有办法 做到这个追踪 那这个趋势 其实在明年 我们可以看到 更多的一些转变 那我觉得从内容面来说 可能对台湾媒体来说 我觉得比较大的挑战 是在内容面的这个 进展的这个速度 相对而言 比较慢一些 我刚刚在这个中间休息 我跟扣姐聊到这个 可能很多听众朋友 都听过一个叫 逻辑思维的一个节目 对 这个是大陆 非常非常有名的 一个个人形态 产生 就是它自己 就在网路上面 透过这个影音的方式 自己做网路形态的节目 然后这个 它的内容很简单 没有什么布景 也没有什么特效都没有 管他一个人讲话 就罗胖自己一个人 在那边讲一个小时 可是因为他真的 讲得非常好 他的故事 故事性非常强 分析的这个逻辑 很清楚 也非常符合 这个大陆的 这个乐听市场的 一些口味 所以他就很快的 自己变成一个 非常大型的一个媒体 他背后其实是一个团队 在帮他做这个分析的 你可以把它类比成 美国这个脱口秀节目 对 对 那美国脱口秀节目 也是一样 他虽然就是这个主持人 罗胖这样子的节目 在台湾为什么不会出现 这个是 这个是其实 我觉得蛮多 网路业者 现在大家 网路媒体业者 大家在观察 正在看的 因为罗胖 他是从这个网路起家 他没有透过任何的 这个传统媒体播送 那为什么罗胖 他可以估值这么高 因为罗胖 他不只是做播送 他其实就像 刚刚我们在广告中聊的 他做了微博公众号 对 微信公众号 然后做微博的经营 也就是说罗胖 他除了他自己的这个影音之外 他其实是多元化的 立体型的 做全媒体的播送 那他同时呢 也在养他的会员 就罗胖的粉丝经济 他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推罗利 就是一些商品 或是一些有趣的东西 就罗胖自己推荐的 这个团队推荐的 这个商品 这个形式就让罗胖的 这个节目 罗基思维 这一个小时的节目 变得非常的有趣 因为他的这个商业化的 转换模式就变得 有非常多的可能 那我们从罗胖的 这个例子回头去看 因为台湾的这个影音节目 大家在批评说 这个内容不有趣啊 然后谈话性节目 变得好像都是在看 艺人的一些 或者是通告艺人的一些八卦 那有些这个行业内的人 就会说 这是因为内容不好 等等的 可是我们如果看罗胖的例子 好像不一定 因为他用数位广告的形式 做到非常多商业化的可能 所以我们的媒体 真的要加油 当然我们的网络媒体 现在已经 你们创业时代的 理想的路径 已经朝这个方向走 但是你们也要三位一体 或是多位一体化 我们其实已经 往这个方向在发展 好我们加油 所以我们大家要合作 而不是排斥 这一点比较重要了 谢谢 谢谢于妮 谢谢 谢谢